大家好,美国宣布将在塔吉克斯坦举行军事演习 美国在塔吉克斯坦的军演将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以及吉尔吉斯坦 共同在塔吉克斯坦举行友好联合军演 美国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 他将领导这次军演 他表示五角大楼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开发署还有其他组织代表也将参演 官方目标是加强美国与该地区的关系 推动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互联繁荣安全的中亚 大家知道这次的军演的背景 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刚刚通过了一项不受欢迎的决议 在努库斯发生了大规模骚乱 随后哈萨克斯坦实际上国内也出现了新轮的动荡 包括哈萨克和乌斯别克斯坦边境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抗议活动 那在巴达尚赫 这次演习的地点是靠近戈尔诺巴达尚赫省 巴达尚赫在塔吉克斯坦 前一段时间我给大家介绍 塔吉克斯坦实际上巴达尚赫也出现了骚乱 那么这次美军选择在这个地区进行联合军演 很有可能是威胁巴达尚赫 就是靠近新疆 中国和阿富汗之间这个瓦汉走廊 对瓦汉走廊进行直接的威胁 这次军演的中国方面也十分注意 美军在塔吉克斯坦的出现 实际上造成了塔吉克斯坦现在有三方势力 一方面是俄罗斯方面 俄罗斯在塔吉克斯坦有驻军 美国这次军事演习很有可能演习结束以后 它的相关武器弹药人员是不会撤离也是个问题 如果美国也留下 那么美军俄军都出现在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还有两个中国的军事基地 这也是中国首次在中亚地区证实有军事基地 有两个中国的军事基地 靠近这个瓦汉走廊 所以塔吉克斯坦成为中国美国俄罗斯争夺一个焦点 靠近中国的新疆 我也会 中国方面也有了反应 中国宣布联合俄罗斯伊朗 在委内拉举行联合进演 8月13日至27日 中国俄罗斯伊朗三国在委内拉西北部 举行为期两周的联合演习 委内拉总统马杜罗表示欢迎 美国媒体7月份就曾报道过这次军演的消息 这次军演内容有所扩展 演习的宗旨变成维护地区海洋和打击海盗 最近十几年里 美国与委内拉的关系一直比较差 委内拉连续两任总统查维斯和马兹罗 明显的反美倾向 因此成为美国重点的打击对象 委内拉在国际上并不孤立 他也有自己的朋友圈 这次演习的规模不会太大 出动的兵力不算太多 仍然能够给美国带来不小的震怒 这次的演习地点位于加勒比海地区 这里一直被美国称为自己的后花园 但这里也集中了委内拉、古巴、尼加拉瓜等 多个与美国不对付的国家 实际上这个地区的军事演习 让美国神经绷进 这些国家的实力都比较弱小 不太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 但是美国绝不允许自己的后院 出现像中国、俄罗斯、伊朗这样的强大国家 中国和俄罗斯这次军演的主角 无论是军演的内容 还是传统安全领域 还是非传统安全领域 美国都非常相对 早在今年年初 俄罗斯副外长李阿波科夫宣称 俄罗斯正在考虑向古巴、维拉部署军事力量 这虽然是一次口头的宣誓 事后俄罗斯并没有采取实际性的行动 但美国也在加紧防范俄罗斯进入加勒比海 目前情况来看 俄罗斯不太可能在加勒比海部署大量的军事力量 俄罗斯目前正与乌克兰交战 很难有余力在维拉或者古巴搞第二个战场 美国的军事实力仍然非常强悍 俄罗斯在这里进行军事部署 没有多大意义 但俄罗斯想要在这里与美国斗法 另外一种可能62年古巴导弹危机 其因就是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大量的导弹和核武器 进行这类部署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 如果俄罗斯真的把一些战略性武器 运往古巴或美诺拉 即便是常规导弹 也足以给美国造成极大的震撼 美国外交领域表现的越来越极端 越来越蛮横 很多时候是不讲策略 今年4月中国与索罗门签署的安全合作框架协议 这份协议主要聚焦双方的警务合作 但美国表现极为高调 重新启动了美国驻索罗门群岛的大使馆 美国印太事务官员坎贝尔也亲自前往索罗门群岛进行劝阻 足以证明美国对中国俄罗斯扩大朋友圈极为敏感 不论是大国小国 美国都不会放过 如果俄罗斯真的在加勒比地区维持长期的军事存在 那么美国会进行各种破坏 这样会分散美国的注意力 从客观角度来看 在安全领域 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 都不具备和美国进行全球对抗能力 但美国的衰落已经是可见的事实 实力越衰落 美国维护霸权的心理就越急迫 越有可能全面出击 美国在中国的后院军演 中国也跑到美国的后院 跑到加勒比海军演 这次的主角还是俄罗斯 俄罗斯会不会向美瑞拉部署导弹 部署常规性的武器 那要看军演结束以后 中国未来也会在美国的后院 进行更多的军事演习 和更多的国家进行合作 对美国也是一种牵制 那么美国在中国新疆 在塔吉克斯坦这个军事演习 很快就会开始 我也会持续关注 另外中国应该防止 美国在塔吉克斯坦军事演习以后 不走了 留在新疆 留在塔吉克斯坦 威胁中国的瓦罕走廊 那么中国到美国的后院 到加勒比海军演 我觉得对美国也是一种牵制 后续有更多的消息 我第一时间给大家汇报 我第一时间给大家看